你沒看錯好幾顆巨型包子 飛上天模樣超萌 小朋友抬頭一望 就像發現新大陸 因為天空中什麼都有 還有呢 巨型迷路 外星人 海洋生物 甚至是圓滾滾的南瓜 都可以變成風箏 一年一度的鹿港風箏節 吸引家長帶孩子拍照打卡 那個鯨魚 海豚 你是那個熊 我先生說什麼 現場還出現罕見的特技風箏 必須九位技師雙手操控風箏線 在天空編隊 聲音風向能夠千變萬化 這個速度的控制 還有說大家的同步性很重要 週末假日平地看風箏 來到高山南投奧萬大 風術隨著季節開始轉變 色澤漸層 從空拍鏡頭看 壯觀景致 更具實意 11月到1月是台灣賞風的最佳時機 賞風地圖中升量最高的山林溪 風術最少三種 跟銀杏水山等植物相互交勁 福壽山農場 武林農場風術 也是民眾必保 抓緊短短兩個月時間 不妨來場賞風之旅 借章話台中綜合報導 我是張貝姿 播報新聞讓我增廣見聞 家事 國事 天下事 事事關心 也帶您一起掌握 每日時事 與時俱進 所有最新消息 熱門話題 都在中視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